那陳偉 我知道你不屑看綠臺的節目 我幫你看 謝謝 你現在每天晚上十點以後 所有的臺 尤其是綠臺 不講這些 他們都講烏克蘭 只有一個臺 三立的鄭鴻義 從頭講到尾 而且他們講高雲 其實你可以講 聽起來說 是雞毛蒜皮的事情 他們只要說 你假鬼 碰空 心虛 沒有那麼厲害 說那麼厲害 那高雲安到目前為止 給他一個感覺是說 我真要做這個 我真要做 我去拿外國的學位 廷商 我在製作的那裡 厲害研究 他就給人家那個感覺 那我覺得他是個性 不是說厲害 我也很會碰碰的 那是真的 但是你看 政府修理高雲安 其實就是說 最嚴重的 應該說你收謊 應該要 如果你能夠咬定 他這裡頭裡頭 有一樣收謊 高雲安就死了 對 但是以後 人家說他碰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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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他虛心 虛虛啦 這個都不重要了 但是我這裡有一個建議 人家葉玉蘭 是那個棋隊 尤玉蘭 尤玉蘭 尤玉蘭沒人聽到啦 葉玉蘭 四個人一個相片 他就是那一個 他是樂隊 他一看就曉得 年輕的時候跟現在長得完全一樣 不完全一樣啦 我別說 現在比較漂亮 但是我就覺得奇怪了 你高雲安為什麼不能找一張類似的相片 我告訴你 因為你剛才講的那一番話 如果鄭鴻義有在聽啊 他會說 會不會講這段 你的講法 他們的節目的水平過不了了 過不了了 因為他們很嚴苛 檢驗你在講什麼 我只引用他的學姐講話 跟我進去 不是 不是 你來看 這個高雲安這張相片啊 他說 高雲安貼北英女旗隊合照 有嗎 這是台北市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英文的 台北 municipal first girl senior high school 所以你說並不是旗隊的照片 有旗隊嗎 他在這裡 這裡旗隊是這個跟這個 也許這些都是旗隊 沒有穿制服 我不曉得 應該是啦 但是 我不曉得 你不要講 你講你往上不敢去 你去你會死掉 我怎麼會死 我也不會死 我跟你講 高雲安你不能拿更好的相片 還有人家他說 我國中模範生 我國中保送生 我市長獎 那就證明 我沒有用插班的進去北英 這個是轉彎模角 你可以拿出更好的證據 高雲安你難道 要每樣事情都要這樣轉轉轉轉 轉到本能是一向公眾的 我看到什麼講什麼的 我都覺得你的證據 不過我真的恨不得 你把好的證據拿出來 讓鄭鴻宜 不是你聽過講完 我最精彩了 讓鄭鴻宜這個人 跟他的節目 一次一天就shut up 你知道嗎 他不會shut up 你這個假設我不接受 你拿出好的證據 讓他shut up 如果他還不shut up 我處理 你也處理不了他 我告訴你 我現在有仔細 我也沒有人仔細看 如果第一個 他會拿這張相片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第一個呢 這有兩個什麼棋隊 在這邊給他拿的這個 那如果沒事 這兩個棋隊幹嘛 另外你看 他這個衣服 不是北韻女的制服 北韻女是綠的 所以顯然搞不好棋隊 他就是棋隊的一個衣服 就是棋隊的變裝 而且有其他這麼多人 其他人 因為他不能把其他人搞清楚 你其他人太清楚 你就反應人家的個資 我相信如果 他的相片 其他人應該都清楚 如果他騙人 這些人會出來抗議 什麼假的不是啊 犯這個錯了 我跟你講 我想不說一件 很多人啊 不會保留以前的相片 我太太是北韻女的棋隊 她有沒有 她沒有相片 我們家都不太喜歡存相片 不是像你講的 每一個人都會去把以前的相片 像那個尤玉蘭 葉玉蘭 一樣都保存的相片 而且平常講 北韻女的儀隊也好 樂隊也好 有什麼好處 哪來存取的 當然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的事情 民進黨 連這種小題目的 要去打 我就覺得 我剛剛講這個 我不想幫高鴻安講話 我跟他不熟 我也不會幫民眾黨講話 但是我認為民進黨打高鴻 已經打到神經病了 我先舉例一個 這有夠離譜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民進黨立法委員 林靖怡的私人臉書 他就諷刺高鴻 他說因為高鴻安說 他相信資策會有收到 民進黨相當大的壓力 林靖怡怎麼諷刺 他說他也相信金城武沒有跟他結婚 是因為收到日本首相的壓力 不聊 這麼說的 我不是奇妙嗎 他講錯了 金城武如果跟他結婚 才是收到首相的壓力好不好 他寫板了 他整個都瘋掉了 學生怎麼會學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民進黨 直接回去檢討一下 怎麼會搞成這個德性 不不不 你聽我講 我看不起的是李柏怡 你連林靖怡的話 也拿到本節目來這樣講 你算什麼 你讓我們所有人的時間 民進黨的供給有些地方 這個是很無聊 他有可能拿他爸爸媽媽的機票去報 跟資策會去報帳嗎 你知道像我也接過政府的計劃 那我們出國回來也要報機票 你知道有那麼簡單嗎 你要有你的名字在上面 而且你要有旅行計劃 你怎麼去過哪裡 怎麼回來了 你看資策會是都一群笨蛋 他在美國他也沒有回來 是爸爸媽媽去 那拿他爸爸或媽媽 機票價去報帳 這個也報得過 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執政久了以後 人可能變得更壞 可是腦袋也變得越笨 哪有這種東西出來講 一點公信力都沒有 全世界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就是不斷 我就是不斷